但是我就不想在这方面再重提救市 或者被人说,哎呀,你又拿我们来赚钱 如此类推,我也是存在如训土 也不觉得将这一样东西来赚钱 厕所最出名的 我们灵探过了,厕所哥的 第四格,周房雪梨那一格 周房雪梨那一格,要先说一说 因为当时那位老板 就拿了他投资那部3D肉铺团的海报 那些女主角,一个守住一个门口 是呀,全部贴在藍茄环 当时当然没有 只是之前上手流下来的厕所的灼煌 OK 清清楚了,我应该可以捉回那位助理问清楚 我们亲耳听到,近到不得了 就是第四格那里有声 是开花灑洗澡的水声 哇,这个讲述其实很好听 是出自何方的真人真事 是由阿东这个声音演绎的 那阿东其实都演得很任賤 不是呀,我觉得是 生前的何方真人真事 死后我想阿东也是这样的 就是没分别 喂,现在的声音又怎样呢 就是大家在M1point.com的朋友 麻烦可以帮我刀楼桂仪 听到吗?OK 好,完全没问题是吧? 好了,今晚收费时段又找到同事出来 喂,何方 是,你好 快安啊,翻译 哇,怎样呢?你发生什么事呢?又是你的事 是 前几天我看到Facebook出了很多年前的一条片 我自信心,我身边原来也曾出现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在迷米时代的何方 何方,他网名就是迦基斯图 我想有时你都会看到他有些发表 或者在一些帖文里面就会留言 何方一直以来在迷米里面 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员工 老肖对何方其实只不过当他一个家丁 或者当他一个习工、习役 你都不觉得老肖怎样去看他 在林宇阳对他来看 因为更加林宇阳那些致命蓝血的伤残人士 我自己也觉得林宇阳眼尾都不会受到何方 当时在迷米时期 租老肖地方的时候 看到何方主要是去服侍潘充 帮着潘充正宗是否接性身 就是听潘充的网友打电话来 有什么技巧的问题 帮人开台 我看到他很交代 有时还没开麦的时候 看到何方晚上9点几时还赶死不走 又卖力又肯做 身体跌着做,像小怒暴 真是很努力的 这位老肖真是幸运 请了一个这么努力的员工 但后来我真的不知道 老肖给他那份人工 我真的觉得老陷家赚你很努力 你都可以给这份人工赚 最低工资都不满如 这份人工很努力 我又觉得何方你为何这么努力 你做匡奸也好些 为了你做保安 至少两倍人工 你做什么努力 帮老肖打理人工呢 我开始都不明白 好了,跟何方聊一聊 原来何方对香港的历史 对香港的文化很有认知 有墨水 知道很多东西 有很强的记忆能力 说那些无线电视飞翠台的剧集 配音片集 利益电视的剧集 卡通片 香港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 他聊如指想如数加真 对香港电影更加有深厚的认知 可以说在他身上 所以在那一把转转转转 就转了很多的资料出来 我开始觉得有点有趣 还有何方那把声 在一次你的不遗意之下 可能那时候有些广播剧 又或者有些设计 就是找师傅仔帮我们去搞 找师傅仔搞完 他就找到何方来录音 我一听完声 那把声够厚 够厚 一阳顿挫 够响 表达的情感也做得非常好 我开始觉得 何方在对香港的文化 香港的历史 这方面都可以帮助到手 他那把声很适合做的设计 我一方面就 不要说那么多 何方给一些外快乐赚 就是帮我们大阳有乐 六个设计 有时就叫他进来做节目 发表一下 当然在这里重申 任何一个当时在《迷米》工作的员工 包括刘卡 师傅仔 何方 他只要帮我们做事 甚至当时有银行政 就是帮我们做事 全一部都是有居白费的 全一部都有薪水的 但林宇洋竟然就不肯知 其实就觉得我就找他笨匆 抓那些员工就是做义工 但他们一个二个人 就不肯就跟老闆说 我就找他做 我给了钱就算了 管人狗事 你自己不肯知 或者你不妥当 你又出声 后来他就出声 没有人不肯定帮我们做事 那时候我立心走了 管人狗事四个大字 何况当时的低造频道 已经人手充足 人手充裕 你不给 你就脱缩了这些同事 在工业时间找外快的 这个机会 也都突典了你林宇洋 好想登周 还有好想吵你老母 也都反映到你对我的不肯 不肯就算了 你表领了大 我们都想着走 那我坐你四婆 后来我再接下来 再touch base 而另外有一样的事情 后来我开始find out 何况 对老蕭很有意见 那个情况是怎样呢 简单说就是 他一直都痴心挫腹 觉得是超蕭生 拍这么多电影 有写这么多的编剧 其实他现在加入这个人力 潜伏在蕭生的旁边 做一个有买力 又肯做的 担担抬抬抬的集工 家丁圆丁 其实希望有一天 蕭生可以想识他 了解他的才华 了解他对电影各方面的兴趣 希望蕭生可以给他 加入蕭生的电影工作室 在后面可以参与一些电影工作 其实我猜到他 人的愿望就是这样 但是很可惜 何况就是人的胆量 跟他身形成反比 胆小如鼠 你这个这么 humble 的愿望 其实很简单 如果说蕭生 如果你真的开片 开戏 你可以找我 我想学一下东西 我不收钱也可以的蕭生 跟我蕭生说蕭若元 这些蕭生的酷叔 算败老人 很费精 他可能真的会给你 不收钱就可以了 你给他有机会去做一下 做一下你就有机会 就有机会得到他蕭生 始终没有限的一步 也不敢跟老蕭说这一方面的东西 总是觉得怀才不如 放在蕭生里面 我放得明就是蕭生的 蕭生是一千里马 为什么你不敢上识我 骑够我 就觉得老蕭的姐姐 就是蕭生忽略了他 更加不要说林与阳 这个愿望 什么都看不到 躺在房里面打飞机 更加不懂得上识 有个这样的Talent的朋友 在公司里面 我就不理你了 我觉得像人器而不用的石 我就拿来做大屋的盆石 帮忙做大院游乐 有一次 当我和那一手组去说 我真的要离开一个米 我真的要出去自立门户 不要再租狗 家族家族都这样 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新年的屯霸 那时就是在马寶仙 有一个屯霸 叫齐曼 有啤梨 南花系 林安城都好像有 曉总理 冬那些人都说 有一个决掉决定 就要告诉大家 我们不能跟他租地方 当时曉总理西瓜头 还在 他说曉总理西瓜头 他直接录了一段音乐 他说我记得当时 他怎样去调老少 调声 刚刚可以给大家听 曉总理西瓜头 这一个录音的片段 我所知就是 何况呢 老少离开香港之后 我当然是炒过去 只剩下那个阿玛 那个阿玛 我读我读我读那些人 而我最忍记得何况呢 我是很忍记得一件事 那时是2015年的农历新年 你在马寶仙 拿了一间大房 我们吃开年饭 在下午来 顺便公布你 你会搬走 因为我这么想 2015年7月 我们本来是成业街 所以是那年的农历新年 我坐在你那台 啤梨 遥观东 何方 何方坐在我们台台的对面 旁边那些不要说 那些 你现在说 你现在有什么大鸡 如何搬走 我还在那里派到这些屎 突然何方 看完这屎 刚才就啪了在白桌 然后就狂吵老蕭 是吵得何客 你老蕭的人来 你吵得那么厉害 又说忍了他多久 又说你怎么不代是人 跟着我更厉害 他指着说 我以为你说他就行了 你说他 说走走走走走 起闹就起闹 他在那样的事情 很厉害 差点 全街产味 去买保鲜 去厨房拿一只生鸡 拿一只生鸡出来 把菜刀出来 你斩鸡头烧黄指 我心想 如果那一刻 哪一个会跳船 不跟队 这些河发迪达大懒门 他吵得老蕭这么厉害 谁知道他就没有跟那个 吵得很厉害 从这件事的 我自己私人观感 就是 这些人不趕雷 你当他手足 趕雷气 就吵了 可能可以这样看你的 就是觉得 吵得更厉害于 过去成业街 谁都知道 你三个月 你是拉杂行人 等于作为扑街失业 那你拍桌之前 你没有喝过吗 你这些人在买保鲜 吵得更厉害 你没有想过吗 就是这样冲动 他今天有这样的结局 当然不完全跟他 没有跟队过来成业街那边 而是他很明显 这个人的性格 都有一定程度 去影响到 令他自己走到这样的路 好 当日他在香港人网那里 阿四 哪有人 哪有人 当他是 当他是一个 叫做 有位置的人 好听点 叫做生奴 你实际上当是阿四 老小吃 只是饭菜 他才吃 找他做VO 找他 就是狗狗出镜 都是你 都是你在大院找他 如果不是 有狠人找他吗 好 这个是当时 总理和我有一些看法 喂 你回来问我 那你起闹的时候 你没有找他 我忘记了 为什么我没有找他 但总是有一些东西 我没有找他 可能是 后来林宇洋出声吵 他们不肯再帮我做 做妇事的事件 他们没有出声 就是Defend我 喂不是 他真的给了居马费 一个二个 很笨 声都不吝声 也在这件事件里 被林宇洋吵完之后 明知我开台了 要走了 你都可以辞职跟我过去 你跟我说 我真的觉得他们很混蛋 你是不是会带我走 我说真的 你肯举手我一定有 一个都没有出声 我可以说 如果何方肯跟队 当然就一定会给足够的钱 或者这样子 给老萨的时间 会更加多 但是他没有出声 还有另外一件事 当然我刚才有跟大家说过 就是这个人形河马 在人迷迷当时 姓騷奥官欣 即是官欣狗让我投诉 当时在林康正和何方的面前 说这些话 我当然有些都问过 何方 你可不可以帮人证 官欣上去某机会 去告课这个性骚扰 那报案 你肯问 何方你也是耍手 接着他就失忆证人 我忘记了 好像有些事 忘记了 但又是你看到 你吃东西的时候跟我说 你就可以看到 去到大事大非的时候 他就 邓大 缩沙 武雷 也都是另外一样 另外一样 打了一个截图 或者如果我开懷一些 不计计较的 我都没有想到这一种做法 因为可能身边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没错 他有些功能 但是他有些功能 但是他也有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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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能我再衡量了 就是要骑骂了 我就一个迷迷的人都没有带走 我免得被这班陷家产口实 又叫老蕭的人走 半变 如此类推 很麻烦 一个也是我当时没有找他的 其中一个原因 当然也有一些事件 你看到他仍然是 对老蕭是 痴心一片 你千万不要当我痴心 很可惜的是 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 在客户服务 follow up 很诚恳 对这些网友 加上他自己的声音很好 其实他对招牢的 也可以做得很好 这一个才能 其实如果他当时找他来帮忙 在大院娱乐节目里面 发挥 绝对是可以有个性能 但奈何就是 没有选择他 但这些是what if 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就没有想 继续再想下去 他继续在人力 现在好像刚刚有个网友 订阅我 好像在九龙遇到何方 似乎现况不是太理想 好像很落魄 不是很开心 又或者好像暴力走起来很凝重 希望何方身体健康 精神爽利 在香港今时今日 有谁不能是暴力 暴力在暴力凝重 随头爽气 不得知 也不是独立这一个何方 但他喜欢黏着老少 在老少里面做生奴 做了这么久 但没办法将他一己所长 发挥出来 老少也没有想识他 或者找他帮忙 当时拍电影 找他帮忙 满足他一个的影迷 一个的梦想 又不可以怪老少 何方有没有主力争取过呢 又或者是老少找到他 可以有空的时候 说两句 说他的一些看法 希望可以帮忙 可不可以老少给他一个机会呢 但是说了我都知道 不需要有下场 因为老少这些傻子 是孤寒伯之余 亦是好看人家傻气 智时过高 如果叫一个 在我公司里面做集役的人 帮我去拍戏 叫你乐比在电影 是人都去埋得多位吗 他也不像老恶 有这样的空襟 给人家试 肯定都是欺欺多个威 这个都可以既射包弹 但是奈何? 政界决定命运 始终在意见的事件里面 都可以和网友去反映 如果你决定了一些 你觉得你是很需要的 很想做的 人生的终结目标 你一定要努力 就不是躲在家打理机 也不是躲在一个房间里面 自己告诉你 你想做些什么 或者你真的要actualize 你的dream 你一定要走前一步 又或者明知 跟错一个老闆 跟错一个主公 而你发觉你仍然 没有能力 或者胆量 离开一个 comfort zone 去投入第二个阵营里面 希望可以发挥你的潜力 Talent 苏州过后没有停泊 之余 浪费了人生光阴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事件 今天节目到这里 要和大家说再见 拜拜 节目的结尾当然是 有一些何方的片段 但是曾经何方帮我录过一个 我想很多的香港人 互联网或者YouTube 都听过他录的这段 吊臣 当时香港人 就是大包死包 帮这些大陆的亲戚 到最后换回来的就是 热面孔撞正懒屎 就是用原积器 还有就是 千万不要再说 你以前救济过我 我现在财大气粗 我来看这些傻子 有多崩瘡